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節跟大家揭露一節 有個男子 網上一條影片封傳 有個男子 在港鐵的車廂裏面 是怎麼都不肯戴口罩 結果 在地鐵車廂上面 大炒大鬧 當時還有人舉起手機 在拍攝 也有 疑似是便衣警 在現場 還跟這個不肯戴口罩的男子 發生 激烈的 言語衝突 這樣就沒有打起來 最近 最多熱門的 影片 多數都是這個 叫做 公眾地方MMA 也有朋友向我們指出 為甚麼最近香港多了那麼多MMA 是不是香港 香港人忽然之間 愛好格鬥技呢 當然不是啦 原因是有的 正正就是因為 香港現在越來越覺得 原本有事就報警 找警察處理 尤其是在以前的香港 警察的警力 剛才我一節說英國的罪案率 已經跟大家詳細計過了 香港 的警力 是這個 英國的四十幾倍 四十幾倍 英國的警力只有香港的四十幾份之一 換句話說 你在香港 遇到四十幾個警察 你在英國也未見到一個警察 這個就是統計數字 那是甚麼原因令到香港人忽然之間 那麼熱愛MMA呢 MMA即是這個 混種格鬥 Mixed Muscle Art 即是甚麼意思 包括 地戰呀 扯著人落地呀 總之 除了插眼 踢下音之外大致上所有 攻擊也有效 為甚麼香港人不斷打MMA呢 原因就是因為 不相信制度 不再相信警察 有事不如自己私下解決吧 俗稱私了 所以不斷出現MMA 某個程度上來講 我又不可以說是錯的 訓練一下香港人勇武一點 香港太習慣 有甚麼事就報警 黑社會啊黑社會啊 叫警察抓他啊快點 出事了 7月21日就是這樣出事了 黑社會出來打人 擺明居馬 組織 非法集結 以及暴動 如果你打算叫警察幫你 就大件事啦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訓練來的 不過我們也不是叫大家要挑起事端 我們覺得大家 智慧能力應該要有 這個我們一再強調 講講這宗港鐵 這個港鐵在港鐵上面 發生 不肯戴口罩事件 到底搞甚麼呢 據說政府早前放寬防疫措施 但是 口罩令 繼續生效 我們也跟大家討論過 我們不是所有防疫政策 說不需要遵守 從來都沒有這樣說 沒有這樣說過 有一部分的防疫政策是公民責任 即是換句話說 你要自己 保持自己 如果 是確診 就自我隔離 如果有病 戴口罩 本身戴口罩 對公共衛生有幫助 尤其是 香港人多擠迫 當然我們覺得 吃飯的地方 聚會的地方 有條件之下 你不戴口罩 盡量不要影響生活 但是 公眾地方 如果疫情是嚴重 現在香港疫情的數字很高 你戴口罩 這個是跟公眾有關 而對 那個 人生的侵害 自由的侵害 是有限的 戴口罩應該對你造成的困擾是有限的 當然如果你有特殊原因 我真的不能夠戴口罩 那 應該要有exception 應該不是很難 所以口罩我們不是很反對要戴 但是我們傾向覺得戴口罩是公民的防疫責任 網上流傳著一條影片 有一個男子 就是搭港鐵 搭港鐵死都不肯戴口罩 港鐵 也是一個 非常之擠迫的地方 那麼 社會共識 先說一下社會共識 先不要說法律條文 社會共識 大家都覺得 因為防疫原因 希望盡量所有人都戴口罩 而戴口罩 不是一個入侵性 的治療 換句話說 我不是在你的身體裏面 放一些東西進去 打一塊晶片進去 沒有任何入侵性的部分 所以再次體現這個 社會共識 大家覺得應該要戴 結果事實上 現在的法例 還是有口罩力 而這個港鐵男子 死都不肯戴上去這個口罩 結果另一個男乘客 上去口頭勸告 然後 雙方口角 但是沒有開展MMA 這段時間 就是沒有戴口罩的這個男子 叫了警察來 結果隔了一段時間 隔了一段時間 就有一個乘客說自己是便衣警員 叫這個男子 請你冷靜一下 不要在大叫 於是 抓著這個男子 在下站下車 戰場 轉移到 車站的月台上 跟著港鐵的職員也上前了解 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根據影片顯示 當時這個不肯戴口罩的男子 就是舉起手機拍攝 質疑對方 你說你自己是警察 拿張委任證來看 就叫他 出示委任證 請你拿個Pass來看 然後舉起手機 就在 拍片 質疑對方 就根本不是便衣警察 這個 說自己是便衣警察的男子 斥令要這個男子 請你放下電話 拿著電話拍攝的 不戴口罩男就嚴遲拒絕 說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警察啊 這麼多人務警 下次又有性和同事 夾人上車 跟著說是警察做事 那怎麼辦 這個 我又不覺得 他敢質疑是有錯的 雖然我不同意他 在公眾地方不戴口罩 我 比較覺得認為他不是犯法的問題 而是一個公民責任的問題 大家也會發現 到最後一個死都不肯戴口罩的人 你死都要抓他戴口罩呢 就是會爆發一件這樣的事 雖然我傾向覺得他應該要戴 但是當那個人 拼死在反抗的時候 你是不是真的值得 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去逼他戴口罩呢 逼他戴口罩的原因就是想防疫 但是 你因為 要逼他戴口罩 不斷要跟他接觸 而這個人不斷大聲說話 不斷把飛沫射出 其實到了這個地步 已經本活倒置了 你想因為防疫原因 制止他 不戴口罩 但是實際上 大家的爭執 還有時間 還有說話的範圍 全部使得假如這個男子 帶有病毒 其實已經傳播了出來 所以你問我 我又不覺得應該用無限的力量去追究別人 戴口罩呢 用得過分多的力量 那就不平衡了 結果 原來這個 重點後來就變成警察被人玩弄 到最後原來這個警察也不是在說真話 當時他不是 便衣警 而是休班警察 所以他也 沒有出示委任證 雖然我也看過這條影片 這個不戴口罩藍的男子的態度真的很惡劣 但是嚴格來說 嚴格來說 除了 違反口罩令之外 任何其他部分 除了說話大聲 之外 你又 真是 說不到有甚麼地方出錯 反而整件事的焦點 到最後去了便衣警那裏 因為原來便衣警不是便衣警 便衣警是休班警啊 所以這個休班警根本知道自己當時 並非正在執勤 其實只不過 是露國 覺得 就是幫忙 加入來 一起就出聲 所以被人多批多批 開始覺得理虧了 不夠膽 就是出示委任證 甚至乎在鏡頭面前 說回自己 其實我是乘客來的 整件事 就變成了原本 焦點 在這個不肯戴口罩 又大聲叫囂的男子身上 到最終變了焦點 就去了便衣警上面 事件再一次 跟我們 這一節開始所說的話 是有關聯的地方 香港 是徹底 整個社會 這個男子 我不知道他是黃還是藍的 可能是藍絲的 不過也不相信你是警察嘛 你又沒有委任證 我怎麼知道你是警察呀 是整個社會 都對警察 失去了信心 而這件事 他們 做多少故事 都無法挽回 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下降了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 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